現代人不論走到哪裡幾乎都是手機不離身 不過在馬路上低頭族是很危險的 今年台東青少年發明記載中 來自台東高中還有台東女中的學生團隊 就利用紅外線技術設計出一款警示系統 一旦用路人偏離斑馬線的時候 就會發出警民提醒要減少意外事故 用洋娃娃模擬馬路低頭族穿越斑馬線時的情況 一旦偏離了斑馬線行走範圍 系統就會亮起紅燈發出警民聲 批行用路人回到斑馬線上 而這樣生活化的智慧發明 是今年台東縣青少年發明競賽的作品之一 希望用以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 我們因為有一些人在走斑馬線的時候 很常會滑手機 然後就是會跑出斑馬線 然後就可能會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發生 就想說可以用紅外線去做感測的距離 由台東高中與台東女中兩校學生組成的團隊 將自然科學課程所學習到的光波知識 應用在發明設計中 判斷行人穿越馬路時的動作 讓小小的科學知識發揮最大功效 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是說 有時候微電腦可能會燒掉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指令執行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只要把我們的這個設計的東西 給老師帶回家去幫我們做修正 今年台東青少年發明競賽中 還有不少結合防災防疫議題 潔能省水設計 健康照護或老人關懷 生活娛樂等創意設計 每樣作品都令人驚艷 近日下集會 台東視報導